照片商业行人拍拍站比赞 这样的照片已曝光 引发原文会这一届董事汪志伯反弹 经过了解 会议中是就今年8月1号 原住民族日要制播的节目内容 做初步讨论 不过汪志伯批评 根本是严重侵害原事新闻自主与尊严 因此决议请辞董事一职 记者当面与行政院发言人 Gulas Yudaga以及原民会副主委 Iwan Navi联络了解状况 双方皆表示 仅是临时借用发言人办公室 不愿接受采访 而原文会则表示 无论是在什么地点 任何形式的会议 都还是会经原文会内 所制定的制播准则规范 遵守并做最后把关 本次的会议主要是在 公共议题上的一个 资讯上的一个沟通 这些任何资讯 待我们回来之后 都会依照我们基金会 所制定的一个制播规范 还有自主公约 还有甚至以宣文自律 这样的一个公约 所以我们所有 不管是任何形式的会议 我们都会依照上述这样的一个规范 来做一个最后的把关 原文会7月公会26号也发出声明 强调过去高层人士 因政治力介入变动或请辞状况 层出不穷 再加上去年520 曾传出520政策推广专案节目 专访原文会主委一案 原文会董事会也因此作出决议 禁止相关事件再度发生 公会质疑现在又有董事请辞指控 已经严重破坏媒体独立自主性 要求原文会跟原文会 应该为此公开道歉 原是新闻喜顾许家荣 台北市采访报导